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邀您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招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共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 2012年 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莫言 他所出版的最新短篇小说集 在麦田版的这本书里面 收录了王德威先生 所写的一篇导读序言 我们来看一下 王德威怎么介绍 莫言的最新小说集 他说2012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使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诺贝尔一直是文坦 甚至社会念字在字的图腾 莫言得奖 俨然完成了中国全民的新乐 莫言崛起于1980年代的 寻根先锋运动 他的小说 从1988年的洪高粱家族 1993年的九国 1996年的风乳飞吞 到2001年的谭香行 2006年的生死疲劳 2009年的蛙等等 多以他的故乡山东高密 作为背景 撞写一次又一次 奉现代革命 国家之名的历史风暴当中 凡夫属妇的困境和挣扎 屈辱和反抗 他的叙事杂柔传统说故事人的事故 现代乡土文学情怀 以及拉美魔幻现实小说的奇思妙相 不仅颠覆了社会主义八股 也突出文学众生喧哗的力量 王德威特别这样说 荣获大奖可谓实至名归 为什么这几个字很重要呢 就是因为诺贝尔奖必然带来了 不可承受之重的荣耀 莫言得奖之后各种褒贬 分之踏来 为之为国争光则有之 为之名过其实则有之 遑论种种借机攀比附会的怪现状 面对这些得奖后遗症 莫言肩默以对 一如他的笔名 莫言不说话所表现的 与此同时更令读者关心的是 他创作的持续力 莫言如何证明自己 是否有所突破 这是想当然而的话题 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德罗纳贝尔讲之后 莫言到底交出了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这个小说里其中有一部分 就跟刚刚王德威所提到的 种种借机攀比附会的怪现状 是有关系的 我们必须佩服莫言 在这些状况袭击而来的时候 他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竟然又愿意把这样的怪现状 用小说的形式写在他的作品里 王德威另外帮我们整理说 这本叫做《挽熟的人》的短篇小说集 环绕着两类题材展开 一类关于莫言近年返乡 重新认识当年人事风貌 一类关于莫言对于文坛众生 包括自己身为作家的观察 然后最精彩的作品 就是这两类题材交集的地方 一个是返乡 一个是作为一个作家身份返乡的经验 《挽熟》小说是巷头文学的大众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里面可以必然回溯到 鲁迅那篇小说《故乡》 莫言他的成名作 二十几岁这时候就写的《白狗秋千架》 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展开 由此重返故里 回顾童年往事 体认沉乡差异 感慨时宜逝亡 这个集词叫做《挽熟的人》 而《挽熟的人》这篇短篇小说 开头就是讲莫言如何返乡 而且这个返乡所去到的地方 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那叫做洪高粱影视基地 洪高粱影视基地 就是因为他所写的小说洪高粱 先是拍了电影 后来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 所以就在山东脚河的北岸 就把这个电视剧所搭的景观 在基础上面由当地的政府 将这里建设成了一个 在半岛地区赫赫有名的旅游热点 每当五一或者是十一长驾 车辆排大队 游人几层堆 这个时候所有这一切的源头 这个作家写洪高粱的莫言 他来到了这个影视基地 所以这个小说用第一人真写 而这个叙事者就是写出洪高粱的莫言 不过这不是一个纪实善文 他仍然是一个小说 这是他最有趣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他如何描述 这个莫言到了洪高粱影视基地的感受 他说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都是一些新造的景观 什么土匪窝县衙门 这到底有什么可看的 还有呢我的老家 那五间遥遥遇倒的破房子 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 成为景点 每天竟然有天南海北 甚至国外的游人前来观看 我是在想象不到他们能在这里看到什么 尽管我想象不到他们能在这里看到什么 但我也经常带着一些远道而来的贵宾去参观 并且煞有介石地为他们解说 当然我也可以不来 但总是来 其实这就是纪实散文跟小说之间的差距 这个口气 作为小说里面的第一人称叙事者 他是带着一种反讽 自嘲的口气在家 这样的经验 他说大概五年前 我带着法国的一位作家朋友 来看这个旧居 他自己的老家 在门口就遇到了我的老邻居蒋厄 这个蒋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先往下读 他就说我早就听说 这个蒋厄借着我获奖的机会 发了财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种种借机攀比附会的怪现状 什么样的怪现状呢 他先是在莫延的旧居旁边摆个摊子 然后呢 卖莫延的书 而且呢 有的时候卖的还是盗版书 接下来呢 又尖销当地的土特展 剪尺啦 泥塑啦 草鞋啦 木雕啦 关键呢 他在大家都还没有反应的时候 第一架就买下了 莫延旧居西边 那本来扔满了垃圾的一块洼地 故人呢 推土填品 另外又在那里 盖了五间房 在原先的老屋跟新屋之间 搭了一个大天棚 干嘛呢 在那里呢 摆摊 摆了几十个摊位 把这个摊位出租给做买卖的 干嘛 就是卖观光客 你想要来看莫延的故居 然后呢 旁边就可以买土特产 再下来呢 你们想要卖什么东西 你们都来这里租摊位 那五间新屋呢 又租给了一个来自青岛的作家 哎呀 你可以在莫延的故居里面写稿 创作 这是多么大的诱惑 多么大的吸引力呢 每年租金数万 那听说 因为他这样 赚了很多的钱 他还想要到达 他想要娶一个恶房太太的地步 好了 有趣的是 这样的一个蒋二 莫延呢 就用小说的笔法 告诉我们他的过去 因为回乡 所以当你碰到的这每一个人 家乡的人都有他们的过去 这个人原名叫做蒋天下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 这个名字呢 能够演绎出吓死人的结果 当然嘛 他姓蒋 然后又叫做蒋天下 这不就表示说 他支持蒋介石 所打的天下 或者是他要活在 蒋介石所统治的天下 这在新中国 多么样犯气会啊 还好呢 他老爹是退伍军人 他的家庭成分呢 又是雇农 他的出生是对的 耿红苗正 其这个名字 完全是无意的 也没什么好说 那就改名吧 他爹就说 那叫蒋天吧 本来叫蒋天下嘛 省一个字 有人说不行 蒋天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再少一点 去掉一痕 叫蒋大 都不行啊 蒋天 蒋大 像天一样 这都不适合 那还能再怎么省 你来吧 就把那个天里面的人字 测掉 蒋天下 省啊省啊 就省成了蒋二 所以蒋二是这样来的 然后在小说里面 这叙事则 莫言就说 我亲眼见过蒋二 抱怨自己的爹 爹啊爹啊 姓狗姓猫 都比姓蒋好啊 他爹说 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你怨我 我怨谁去 这是小说里面的口气 带着夸张 同时带着幽默 小说为什么叫做 晚熟的人呢 我们来看这一段 蒋二这个上语文 不认字 上算数 不世数的笨蛋 小说明明记得 他是这样一个 不像样的小孩 这个时候呢 他跟莫言聊天 胡吃海喝 一边回忆往事 竟然时不时 就引经据点 口出家具 他就跟莫言说 大哥 毛爷爷怎么说的来着 引用毛泽东的词 一往昔真容岁月愁 接着说 苏爷爷怎么说来着 还会引用 舒适的文章 遥想宫景 当年小家出嫁了 雄之应发 还有趣的 最有趣的是 大哥 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用的是 莫言写过的 但是这也是 莫言的自嘲 因为他刻意的 用这一句话 高密东北乡 是最英雄好汉 最王八蛋 最能喝酒 最能爱的地方 毛爷爷和书爷 文化太高 话说得深奥 不如大哥 你吐别人 说吐别话 犹如臭鸡蛋 拌上隔夜的蒜泥 气味独特 冲击灵魂 这是太巧妙的自嘲了 然后借由蒋乐 就说出了这段话 他说大哥 你们都说我装傻 其实我不是装傻 我们老蒋家的人 有个特点 那就是 挽熟 当别人聪明伶俐的时候 我们又傻又呆 当别人心机用尽 渐入颓尽的时候 我们恰好灵魂开窍 过耳不忘 过目成熟 昏眼变明 秃头生毛 我就是个例子 所以这叫做 挽熟的人 挽开窍 小的时候傻乎乎的 但长大了 变成一个机灵的人 这样一个机灵的人 遇到了攀比复会的奇特的时代 就打出他自己的天下 这是挽熟的人 这篇小说要写的主题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阿宝阿燕燃 台北的天空 充满着希望 每天陪伴你共度 美好时光 爱在93.1 爱在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威大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201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他的最新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 书名叫做 挽熟的人 麦琳文化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新书 在书的前面 王德卫教授 写了一个导读 他用这种方式 专注地讲 什么是挽熟 挽熟和早熟的差别何在 那他引用了 莫言在小说里面 写的两句话 有的人小时胆小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有的人少时胆小 有的人少时胆大 长大后胆越来越小 这是来自小说里 莫言的邻居的解释 这个邻居呢 叫做蒋恶 等一下还会为大家介绍 他的一些言论跟事迹 换句话说 小时了了大未必加不 归兔赛跑 后来居上 只是这样的挽熟 充满亭而周险的投机 无所顾忌的盲动 还有完全扭曲的正义逻辑 二十世纪的革命 启蒙运动不乏路线之争 毕竟有启程转合的线索 莫言早期洪高粱家族 九国拆解 仍然依为历史大叙述 即使中期 他的生死疲劳和蛙退一步 以轮回想象作为现实的解脱 也还投射某种因果资讯 但是到了最新的这本 晚熟的人 其中的各色人等 他们赶上了革命历史的末班车 但也因为这样 他们很急 他们想要后发先至 然后他们所运用的方式 就是着势经费 引用的这句话 我们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时间 干出那些早熟者 十年的业绩 在这里时间成了竞技场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先来或后到 五官红纸 重要的是迎头赶上 创造业绩 晚熟的真相 不只发生在乡村 早已蔓延成为 社会的感觉结构 莫言暗示 他所置身的文艺界 就不乏这种人 所以里面有两篇小说 一篇叫做 表弟叶赛宁 另外还有一篇 更是反讽的标题 因为用的是俄罗斯的大诗人 大文学家 大文豪的名字 标题叫做诗人普希金 这两篇小说里面 泛泛之辈 无才无德 但是靠着钻营 他们可以无孔不入 莫言自己就变成了 他们利用 或者是攻击的对象 另外还有一篇 是在2020年 今年才写的新的小说 叫做贼齿花 这是一篇具有神秘色彩的作品 围绕着一群文坛男女的小奸小恶 而故事的核心就指向偷 偷什么呢 偷窃和偷情 所谓文学 在贼齿化里面 就变成了障眼法 混淆了生活和创作 这篇作品 忘得会说 相当生动 有如墨言 和文艺圈牛鬼蛇神 交游多年之后的心得报告 而小说最后指向叙事者 这个我也就是墨言 也有自欺欺人之嫌不可尽兴 这里面当然就充满了讽刺 以及后色的趣味了 这神奇的晚收效应 让文学和农村 乃至于用文学和农村代表 整个中国社会 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连锁 小说集里面 一篇小说是地主的眼神 小学三年级的墨言 据说因为一篇作文轰动权限 这作文的标题 就是地主的眼神 小学生写的作文 坐实了那位地主的罪状 小说里的墨言说 从此以后我明白了 写作文可以虚构 而且也明白了 作文中的人物 和现实中的人物的关系 从这点上看 墨言当然是一个 早熟的写作者 但是几十年之后 他才明白 自己熟成的速度 虽然开始得早 但是太慢了 因而像是红唇绿嘴 和晚熟的人 这两篇作品当中 墨言写还乡 衣锦还乡 却惊觉乡人 早就已经把握时机 将他虚构的世界 还原成为历史旅游的景点 大发历史 人人都能够无中生有 大作文章 人人都是文学好手 墨言所能够做的 只是帮人家戏上加戏 扮演好 他是一个名作家 墨言的角色 晚熟这两个字 明确的出现在 这篇就叫做 《晚熟的人》的小说里面 小说里面 讲到了蒋二跟墨言 在那里 吃吃喝喝 同时回忆往事 墨言就察觉到 一件奇怪的事情 蒋二这个小时候 上算数不试数 大家都当他是个笨蛋 这个时候讲话却不时 引君据点 口出家言 来来我们听听 他说大哥 毛爷爷是怎么说的来着 毛爷爷是毛泽东 一往袭真容 岁月愁 引用了毛泽东的词 再来呢 苏爷爷怎么说的 苏爷爷是苏东坡 遥想宫景当年 小桥出嫁了 雄思应发 最有趣的是接着说 大哥您是怎么说的来着 也要引用一段 墨言在小说里面讲的话 而且刻意引用了这一段话 高密东北乡 是最英雄好汉 最王八蛋 最能喝酒 最能爱的地方 哎呀 接着呢 蒋二说 毛爷爷书爷爷文化太高了 话说得深奥 不如大哥 您吐别人 说吐别话 犹如臭鸡蛋 半上隔夜的蒜泥 气味独特 冲击灵魂 真能讲 真会讲啊 再下来说 大哥 你们都说我装傻 其实我不是装傻 我们老蒋家人 有个特点 那就是 挽熟 当别人 聪明灵异的时候 我们又傻又呆 当别人心机用尽 渐入颓尽的时候 我们恰好 灵魂开窍 过而不忘 过目成熟 昏眼变明 秃头生毛 我就是个例子 于是听了蒋二这番告白 小说里的莫言 不得不说 讲得不太靠谱 但好像又有一点道理 傻瓜 蒋二 傻瓜 蒋二 我们东北乡里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小说是个傻瓜 还回想说 有一年 莫言已经离家 回来探亲 路过河上的石桥 发现石桥上面 住着四个人 他们都光着 绑着挽着腿裤 把脚伸到桥下的流水当中 就问说 你们在这干嘛 他们说 他们在用脚丫子钓鱼 怎么用脚丫子钓鱼呢 再来看看 哪些人会傻到要用脚丫子钓鱼 四个人 一个是吴家庄的 叫二曼 然后特别要跟我们说明 其实他性别是男的 但是妻子跟人家跑了 神经受了刺激 每天穿着妻子的花衣上 抹一脸腌织 在集市上面唱戏 第二个呢 是刘家庄的刘月 这是老冠冠 神志不清 常常说自己是刘邦转世 这两个人 意志都不清醒 所以是真的傻子 再下来另外一个呢 高家店的高家年 解放前呢 曾经在青岛拉过黄包车 拉过黄包车体力好 所以一度呢 参加马拉松比赛得过亚军 但后来不知何故 也疯了 三个都是精神有问题的 那第四个就是蒋恶 这四个人呢 坐在石桥上 用脚丫子钓鱼 钓着钓着呢 还要打起来 互相骂对方是嫖子 吃巴神经病 然后不欢而散 但过了几天 他们也会聚在一起 那这个蒋恶说 我挽收 你看 现在本来那样的一个傻瓜 这个时候变成什么样 多么精明的高密东北乡 地龙文化公司的蒋总 他还要跟莫言讲 他家的故事 不止他挽收 他们蒋家人 也都挽收 就说他爷爷的故事 爷爷出生在1902年 1973年 他70岁了 村里跟他同龄的人 都弯腰驼背 恶龙眼花了 但我爷爷满头黑发 一口铁牙 耳抽莫名 腿脚脚尖 然后呢 有一个人 扇雄飞 因为呢 在乱打架当中 被长林 踢了一腿 那长林宣称 那是蒋恶他爷爷的 滚地龙泉 所以这个扇雄飞呢 还特地跑来 拜师学艺 蒋恶就说 那个时候呢 你当兵离开家乡了 你不知道这一段密室 我爷爷那时 在生产队饲养室里 当饲养员 住在饲养棚里 我每晚呢 去跟他坐伴睡觉 你记得饲养棚前 那一口八角水井吧 你记得井边 有一棵柳树吧 你记得饲养棚前面 我们生产队的打鼓场吧 你记得每到晚上 尤其是有月光的晚上 在光华的打鼓场上 我们村里的青年 他们在那里练舞吧 常灵说他自己 是我爷爷的徒弟 那是吹牛 不过呢 我爷爷夜深人静 在打鼓场上演练他 二十四招滚地龙泉 这小子偷看过 所以他哪是弟子 他是偷异者 是看武艺 可是看看看 看熟了 也能够达到两个 不通武艺的蛮汉 那扇熊飞呢 第一次来找我爷爷拜师 跟三个至亲一起 他们见了我爷爷 很不礼貌的说 你是滚地龙啊 我爷爷翻着白眼 装龙 根本不回答他们的话 他们又说 听长林说 你会打滚地龙拳 能不能教教我们 我爷爷当时 还在饲养棚里 产牛屎 就把一铁丘 汤汤水水的犀牛屎 猛地往他们面前一扔 汤水渐气 沾了这几位 知青的衣裳 他们其中的一个说 这老头又聋又牙 能会什么武术 什么滚地龙 使客狼滚蛋吧 我当时在场 愤愤不平说 爷爷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我爷爷依然装聋 我又骂 扇熊飞他们 管你们这些使客狼 我爷爷生了气 一出脚 就让你们断胳膊 断腿 这是他爷爷 老年的时候的事情 这整件事情 都是牵涉到 一个人 在不同的时代 能够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晚熟的人 后面就写了 这个蒋二 他如何善用 他爷爷传留下来的 这套武艺 再加上 莫言的小说 因而呢 不只是成立了 这样一个 红高梁文化村 在红高梁文化村里面 还要上演一场 武打武林擂台 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笑 当然更重要的是 里面充满了 对当今中国社会的 种种的反讽 这就是莫言 201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著 他到了2020年 终于交出了 得奖之后的 最新小说集 晚熟的人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后一时间 我们再会